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公共区域的境界和保养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介绍一些具体的部位 它的境界保养的任务以及要求 首先来看大厅 大厅是一个什么区域呢 大厅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是一个每天24小时都开放使用的地方 所以呢大厅的保养是需要进行连续不断的进行的 那么一旦大厅的地面有脏污 要立即擦干净 否则影响关针 第二植物花草 那么花艺很多酒店是外包出去的 有的酒店也会自己经营花艺 那么花艺无论是外包还是自己经营 那么一定要及时清除枯死的枝叶和花朵 浇水施肥 喷药 清除花草中的烟蒂杂物以及离土灰尘和污迹 如果是人造植物的花草可以直接清洗 公共区域还包括餐厅宴会厅酒吧 那么对于这些区域我们要清除餐桌工作台 这些地方的食物酒水饮料等残留物和污迹 要做好沙发座椅的除尘和除剂 要做好地面的除尘除剂 定期清洗和打蜡 要做好墙面的除尘和除剂 灯具以及装饰物体的除尘除剂 金属物件的除锈上光门窗封口 这些地方的除尘和除剂 木制家具以及装饰物的打蜡和保养 植物花草的清洁与养护 这是在餐厅宴会厅和酒吧 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关键环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蟑螂等 所以我们要做好除虫灭害 然后我们看看康乐场所 包括健身房 包括游泳池 我们既要保证它的清洁保养的质量 又不能影响它的正常经营活动 因为健身房 我们的宾客在健身房开访时间 会随时来健身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清扫 而影响宾客的健身活动 吊灯 大堂的吊灯 那么很多酒店选择水晶吊灯 这是极栏清扫的 我们应该选择适当的时间 选择合适的人员 更换烧化的灯泡 以及配齐设备工具用品 但是还有一个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它是高空作业 那么究竟垃圾如何处理呢 我们集中到垃圾房统一处理 垃圾中物品要分解出来 做好登记 移交给有关部门 经过处理的垃圾喷洒药物后 进垃圾桶加盖 以便杀灭虫害和细菌 定时将垃圾运往垃圾工厂 或者垃圾处理厂 以及保持垃圾房的清洁卫生 下面我们看一看 公共卫生间它的清扫程序 我们来看一看 公共卫生间的清洁保养程序 你们可以排序吗 大家看有这样一些程序 检查造业 准备清洁用具 那么可以将卫生间的香水 香皂小芳香花 摆放整齐进入洗手间等等 那么大家看八个步骤 你如何排序 请将正确的顺序写出来 好现在公布答案 那么正确的顺序是这样的 首先准备清洁用具与用品 然后进入洗手间 第三步消毒 第四步按序插进面盆 水龙头 台面 镜面 并且擦亮所有金属图件 第五步 将卫生间的香水 香皂 小芳筋 香花 摆放整齐 并且及时补充更换 第六步 拖进地面 擦拭门窗格挡 以及瓷砖墙面 配备好卷筒纸 卫生袋 香皂 衣刷等用品 第七步 检查造业器 自动烘手器 这些设备的完好状况 第八 热情向客人微笑问好 为客人拉门 为客人递送小毛巾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公共区域 具体部位的清洁与保养 大家有学习到吗 回去复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保养